老師好,我們利用分割視窗,我可以讓檔案在右邊 那Pages在左邊,對不對? 那左邊的Pages上面呢,標題打完了 圖也換掉了 那接下來這邊呢,裡面的文字要換掉啊 那在這個富士山呢,這個呢,點進去 這邊有富士山的內文,點進來 好,那怎麼選呢? 手指頭在上面快點三下,點快一點 不夠快,再一次,你看到嗎? 當我點下去的時候,沒關係 這個藍色的地方可以拖一往下,選起來 接下來再把它做什麼?拷貝 就可以複製下來了 那在這裡一樣喔,按三下 那再點哪一個啊? 按三下就是選,在iPad世界裡面點一下,叫做位置 點兩下是選這一句 點三下,你有看到左邊嗎? 左邊我點三下已經全部選起來了喔 接下來再來做什麼?貼上 就把剛剛選起來文字貼到這裡來 我點貼上 喔,這個就換掉了 簡介在這裡 那我們再練習一下喔 把鍵盤收下來在這裡 來,在下面這地方 一樣,我的按三下喔 一二三,有看到橘色的嗎? 就要說再來點貼上 那麼文件先用這邊的 欸,這樣就貼下來了 那換圖片的話,如果直接點這個加 換的是iPad裡面的照片 來,我點這個加 我們剛不做過嗎? 喔,這裡比較大了,看得見了 你看見嗎? 這個就是你的iPad裡面的照片拍好的 那這個來源就可以去選右邊剛剛的檔案了 如果,老師我剛剛不能分割視窗 請你選來源 我做一下給你看喔 當然我點,先試第一個 照片 照片開的就是這台iPad裡面的照片 我這裡面,我放這個蝌蚪的圖好了 來,就把它換掉了 你看見嗎? 來,換第二個喔 點這個加 這次我選的是哪裡?來源 我點來源的時候呢 它就開在哪裡? 喔,就可以開什麼? 這地方就是我的iPad左邊 返回左邊 我的iPad在這裡 我的iPad接下來下載項目這邊點一下 剛剛的壓縮檔在這裡 然後-43點開來 我就可以把這個圖換過去給它 好,這邊一樣再一次 加插入來源 就可以讀到我的檔案的所在位置 再把它點進來加 這樣就換掉了